通货膨胀的大潮已经将大家的钱包几乎掏空 但货不单行 最近又有一个生活刚需品大幅涨价 并且涨幅达到惊人的180% 大家的钱包恐怕真的保不住了 众所周知 天然气是每家每户最常见的能源获取方式 不管是烧水做饭还是取暖发电 都少不了这种清洁能源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个走进千家万户的天然气 它的价格在过去一年中竟然偷偷的飙升了180% 达到了每百万英智热力单位5.9美元 创下了自2014年2月以来天然气价格的最高水平 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了 OPIS能源公司创始人Tom提醒大家 今年秋天和冬天 大家要为家庭供暖成本的冲击做好准备 如果你的暖气费去年是150美元 今年可能是300美元 时尚最贵的冬天要来了 并且如果今年秋季低温提前到来 那很有可能使得天然气的消耗超过预期 这将让美国已经低于平均库存水平的供应 雪上加霜 那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推高价格 说起这次天然气的急速上涨 大家或许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近期的通货膨胀 但这次天然气涨价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供需关系的紧张 一方面 受到此前飓风爱达的影响 墨西哥湾的油气生产一度中断 造成美国当前的天然气储备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另外 今年欧洲也遭遇了灾难性的天然气危机 挪威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减少 但页岩开采热潮 却使得美国成了世界主要天然气出口国 今年美国出口海外的天然气较同期增长了近50% 这也间接导致了本土天然气供应紧张 美国天然气协会表示 他们的天然气公用事业成员 以长期合约购买天然气锁定价格 进而保护终端顾客 避免受到价格波动的过大冲击 咨询业者Rapiton Energy Group总裁麦克纳利说 美国是天然气生产国 渴望削弱负面影响 但欧亚情况更糟糕 甚至被迫停电官场 所以综上所述 这波天然气价格飙涨 主要是因为生产跟不上经济复苏脚步 天然气供应商历经多年亏损后 增产格外谨慎 美国本土48周天然气存量略低于正常水平 此外 天然气还是美国电网主要燃料 占发电量的40% 而今夏接连不断的热浪 也助长了空调使用的电力需求 其实除了美国之外 全球都在经历着严峻的能源危机 前段时间 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限电政策 来缓解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 当时相关政策一出 其实引发了不少声音的质疑 一时间 中国政府也面临持续的压力 但其实大家不知 就在中国限电的同时 欧洲也在大面积的被动限电限产 之所以是被动 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国家层面的调控 当煤炭大规模涨价值时 采取限电的方式来维持原先的电价 而以天然气发电为主的欧美国家 随着天然气的价格飙升 电费也跟着水涨传高 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很多欧洲的化工厂 化肥厂 钢铁厂面对电价飙涨 也不得不自己选择停产现场 比如过去一个月 英国的电价涨幅已达到47% 过去一年 英国电力价格也同比上涨300% 于是英国钢铁协会警告称 钢铁厂商为了降低成本 已经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段选择停产 此外 英国两家化肥公司表示 由于天然气价格飙升 他们将在冬季关闭工厂 另外一家化肥公司表示将减产40% 英国化肥厂的减产停产 还对庞大的下游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 因为英国化肥厂是食品行业 二氧化碳的重要供应来源 化肥厂停产 会冲击需要用到二氧化碳的食品行业 比如啤酒 碳酸饮料等 此外 英国大部分屠宰厂还会用二氧化碳来进行人道屠宰 所以二氧化碳如果供应紧张 甚至可能冲击英国的肉类供应 可谓是蝴蝶效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后平民老百姓是在用电上得到了充分的自由 可最后连啤酒都没得喝 肉都吃不上了 时间回到20年前 美国综合实力稳居第一的加州 曾经出现过长达一年之久的拉闸限电 在这一年时间里 加州居民至少经历了38次大面积的轮番停电 这一波又一波的限电潮 不仅影响了当地百姓 甚至对全球各大经济体都有所波及 而加州的这一连串停电 竟然全部来源于人为因素 丝毫没有任何类似于新冠疫情这样的不可控天灾 而现如今美国又陷入新的一轮天然气紧缺 为本就寒冷的冬天再添一层寒意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